大家好 我是網上電台 BBC網上電台記者陳思韻 現在在我旁邊有查小欣小姐 查小欣小姐 我想問你 做了這個比賽第幾年的評判呢 不知道第三年 第四年 一定是多過兩年的 我想問你 看了這麼多年這個比賽 你對這次的比賽有什麼期望呢 我期望小朋友的發音會更加準確 因為在過去的比賽裏面 也有些小朋友是有懶音的 我也在現場提了他們 我希望老師都很注重這件事 今年就會少一些懶音的出現 一會兒就知道了 我想問小朋友說什麼故事的內容 會令你更加高分呢 有感情的內容 其實說故事最重要是自己都投入了去裏面 你用心 用感情去感受主角 他想說這句說話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 出發點是什麼呢 如果可以用到這一份感情 就可以感動到觀眾 有時會這樣聽這句故事 你都眼淚淚想哭的 那就是說故事最重要是表情都要比較自然 和投入了 是不是 是 要很明白這句故事說什麼 用你的聲線 你的樣子 是完全表達到主角 說那句說話的意思 和這個故事想表達的意思 那我想問你 你和我們幫這個比賽做了這麼多年的評判 你有沒有興趣繼續做下去呢 有 我都很期待的 年年到一段時間 又來又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因為那些小朋友他們是覺出其謀 造型特別 表情又很厲害 我其實很佩服在背後的那個團隊 去訓練他的團隊 我想那些老師 家長大家都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我亦都很欣賞那些家長 和他們的擁躉 那些小朋友的擁躉 Dance感 有好陣型 一會兒就看到了 你就會見到好像去那些演唱會 群星演唱會 不同的星出來 就有不同的掌聲 那都希望你 我希望你一會兒看比賽會看得開心 好 謝謝你 這個訪問已經完了 多謝